美军在阿富汗如何花掉了2万亿美元 英国媒体曝光了美军的种种浪费行为 告诉了我们答案 在不久前 美国媒体爆出了一份2000页的机密文件 曝光了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高达2万亿美元的花费 而随着媒体进一步揭开美军在阿富汗战争的真相 更多猎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被公开 英国媒体就曾曝光了这样一件事 美军曾花费了600万美元 也就相当于4200万人民币的天价 从意大利空运了九只山羊 乌加大楼给出解释称 美军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改良阿富汗土生山羊的品种 提升羊绒品质 这是重振阿富汗羊毛产业的重要一环 然而这根本无法解释 为何运送这九只羊的成本如此巨大 这是美只羊都单独包了一个头等舱吗 并且这九只羊到了阿富汗后就不知所踪了 媒体表示很可能是被美军给涮了 英美表示 美军在阿富汗的浪费行为简直令人砸舌 在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美国士兵们还对被派遣中东感到很糟糕 他们更愿意前往日韩 因为能够享受奢侈待遇的 可不是住在军营里的士兵 据获悉 无价大楼光是为行政人员在阿富汗建立居住的别墅 花费就高达1.5亿美元 并且出行多半还是直升机接送 类似这种荒唐的事情多得数不胜数 包括将完好的运输机就地荒废 建造从未使用的军事设施等 美军在阿富汗如何烧掉2万亿美元的 相信你我也都有了一个答案 而且花了这么大价格的 美军在阿富汗有什么成效吗 很显然 阿富汗的局势依旧不稳定 而且花的钱也不见效果 比如美军为培训阿富汗军队投入高达870亿美元 然而阿富汗军队的战斗力依然堪忧 伤亡率与逃兵率居高不下 据统计 美军每年训练的新兵都占到阿富汗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时候美军只能自己赢敌 这种结果就是阿富汗战争18年 有超过2300名美军士兵葬身于此 然而即使是以纸醉金迷铸成的美国 也不是一台无限运作的印钞机 美军在阿富汗耀武扬威同时 也让自己背负了巨额的债务 根据一份资料统计 为了维持阿富汗局势 美国发行了大量债券 而这笔债券的利息到今天已经高达5000亿美元 到2023年又将增加1000亿美元的利息 可以说阿富汗不仅仅是美国的战争泥潭 也是美国的债务泥潭